蔡政府昨天突然枪毙 翁仁贤死刑犯 是国内死刑犯从40降到39 个人认为这个时候 全世界似乎人命是最不值钱的 你们不觉得吗 美国现在武汉病毒确诊已经超过22万了 那全世界武汉病毒确诊已经超过80几万 那最后会死多少人呢 最后一定死超过好几万人 那你看这样人命是不是不值钱 而欧美国家总是以人权理由废止死刑 那但你看看他们越废止啊 结果人死的越多啊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欧美欧美反死联盟啊 反死人士为什么不去向武汉病毒抗议呢 他们为什么不去跟武汉病毒说 不可以让人死呢 所以说啊 这个死啊 是有扩大的 上帝对地球人类死亡的数字是有扩大的 你在这一方面用人为干预 阻止人类死亡 结果上帝呢 就在另一方面给你捅一个楼子 最后你死亡的总人数 还是可以达到上帝要求的扩大嘛 所以说 这个为什么这次武汉病毒会死那么多人 而且恐怕还没有到达上帝想要的扩大 你在那边主张废死呢 结果反而让上帝使用更激烈的手段 来把人搞死 你看武汉病毒这种方式的死亡方式呢 是相当痛苦的啊 不能呼吸啊 然后听说死前大吼大叫 很多人死前都已经没有嗅觉味觉了 你反观那些被枪毙的死前还可以吃鸡腿 双煮菜便当 喝酒 乳蛋 吃得很澎湃 甚至还可以打麻醉药 然后一颗子弹打进去 可能还觉得说 没感觉 但是 但是你因为武汉病毒而死的人 那死前的痛苦比被枪毙还多一百倍啊 所以听说啊 昨天那个死刑患翁仁弦 他还要求说不要打麻醉药 他想要享受那个死亡的感觉 你看 他 他 他很了解哦 他如果得 他啊 如果这个预方跟他说 好我们不枪毙你 但是我们准备把你 跟那个武汉病毒 确诊人 啊 关 关 关在一起 啊 关 关三个月啊 关在一起关三个月这样 换你 换你一个免死这样你要不要 哦 我想 我想翁仁弦一定说 不要 因为啊 被枪毙反而比那个武汉病毒的死法 还要痛苦啊 不信啊 蔡政府不妨去问问看 剩下的这三十九个 跟他们说 好 我们决定想应费死联盟的要求 免你们一死 但是 but 你们就 这个怎样 啊 拿你们来做那个 这个武汉病毒疫苗的实验 啊 每个人都都 必须要打 武汉病毒 打进身体里面 你们要不要 要不要 啊 我想 我想大部分的 武汉 这个死刑犯啊 如果知道说 武汉病毒的死法 比被枪毙还要痛苦啊 我想他们都不要 啊 武汉病毒 武汉病毒 你看到时候没有没有嗅觉 味觉 啊 即使呢 双煮双煮菜便当 鸡腿饭 排骨饭 啊 猪脚 猪脚饭 摆在眼前 竟然也 毫无感觉呢 就跟吃土一样了 哦 因为 已经没有嗅觉 味觉了啊 哦 那是不是很痛苦啊 啊 所以啊 这个 个人觉得啊 这个 这个时候枪毙 对那些死刑犯 简直是福利啊 蔡英文总统 你怎么这么仁慈啊 我看 干脆呢 你把这剩下39个 通通打掉好了 哦 这样 这样反而 在武汉病毒 肆虐的时候 对他们 是仁慈 不然万一监狱如果 开始感染 那个武汉病毒 你看那些死刑犯 会多痛苦 不能呼吸 啊 鸡腿 双煮菜便当鸡腿饭 热腾腾香喷喷的鸡腿饭 摆在那些死刑犯面前 他们 完全没有嗅觉味觉 啊 吃起来就 就跟吃土一样 那你看 多么不人道啊 这样 这样蔡政府反而会被批评 不人道啊 哦 说啊 这个 怎么这样虐待死刑犯 啊 怎么不给他们 每人一枪 双双这样 啊 死前还可以喝酒 吃双煮饭便当 啊 结果 得武汉病毒来死呢 简直是 比 比枪壁还 还要残忍啊 对不对 哦 所以呢 这个蔡政府啊 你不如把剩下39个 全部 双双啊 而且个人觉得啦 上帝对台湾人要求的扩大难道真的就只有五个吗 现在啊 吕布大神 是把这个台湾死亡人数压在五啊 可是反对天上那些其他那些神明还有那个魔尤其是那个魔王关羽啊 那个那个魔神啊 关羽啊 被被这个黑道 还有警察警戒 还有很多渔民 渔夫渔民 崇拜的那个关羽啊 他 这个上次台大前台大校长李士诚 请那个小朋友来看那个关帝庙那个关羽的元神啊 是一团黑气耶 黑黑黑乌妈妈的 然后那些小朋友说 在看关羽的元神的时候感到一股 一股相当恐惧的那种感觉啊 一团黑气跟其他神佛像妈主观世音看到的都是温暖的亮光 让人有一种温馨慈祥的感觉完全不同 看到关羽的一团黑气是感到恐怖恐惧 你看我现在讲连狗都会害怕 所以说 这个吕布大神 要如何跟那些像关羽这一类魔王黑神来抗拒 关羽这些魔王黑神 他要把人命夺走 但吕布大神要阻止 阻止得了吗 假如说上帝对台湾的死亡人数也有一个扣打 而且这个扣打不止五个 那恐怕最后吕布大神也没办法阻止 你看像那个关羽这个暗黑魔神 他的威力有多大 他已经在全世界夺走多少条人命了 所以吕布大神不一定能阻止关羽这个暗黑魔王的杀戮行为 那假如说台湾的扣打是 是那个四十五个 那你看哦 现在已经武汉病毒已经十五个了嘛 那剩下四十个扣打呢 是不是刚好就就是台湾这四十个死刑患 如果蔡政府一次就把这四十个死刑患通通跟碰碰掉 那扣打就满了嘛 对不对 就爆了嘛 搞不好还敲过了 四十个全打掉 那台湾的死亡总人数四十五 搞不好已经超过关羽这个暗黑魔魔王所要求的扣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台湾人的幸福健康 蔡政府的作为可能是对的 甚至对那些死刑患来说还是一种慈悲 你温柔的慈悲 让我不是该如何面对 祝大家身体健康